随着科技的发达,世界各国生产出在各领域为人类提供帮助的机器人。 不过机器人的出现是否会代替人类呢? 我们一起带您去看一下英国看看这个无人驾驶船与英格兰的无人制作船。 好,以上为今天美东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张曼曼在野家,祝大家健康平安再会。 国际海洋学是一场有关海洋技术的会议,截至3月14号在伦敦举行, 会上无人驾驶船拨随处可见。 其中一款水塔号无人水面舰艇,由挪威海市机器人公司生产, 它展示了如何扫描海底来收集信息, 然后将这些信息用于环境车会和监设项目,例如建造码头。 此外,在国际海洋学大会里, 还展示了由绿海智商公司生产的冲浪区的机器人, 该机器人专为波涛汹涌的条件而设计。 冲浪区是靠近波浪破碎的海岸线的海域。 据了解,该公司制造这些机器已经有18年了, 近20年来对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 要什么? 是的,那是周围子经理? 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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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之后,我会拖起厚货的游货 是重ial的练习能量。 新冲剧为工作。 罗号号你不要拖起火时。 罗号号你需要再加率更多时间。 更多方法找到练习能量。 更多方法医生的用于空店。 所以 робots 並不是我們擁有的職業 他們只是給我們更多方法 去理解海洋 工作在海洋 和抗衛生態的改變 他們會給我們更多方法 做的事情我們未能做到自己的事 與此同時 在英格蘭南海岸 鋪池茅斯附近的水域 一艘無人自助船正在進行測試 這艘1500馬力的自助船專位軍隊設計 能自行駕駛 速度可達每小時70英里 我們在船上配置了幾個檢測 我們有一個設計的鏡頭 給我們360度的視頻 我們還有電腦 以及電腦的電腦 接近我們的操控機器 在這棺材裡 我們有很多智慧的電腦 這裡有幾個箱子 包括所有工程和操作能力 在整個選擇 而其實操控船 測試中 在所有船高速使出 不持茅斯港口 船員下船使將自動船的 控制權移交給計算機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可以提供 MetroTVX10 sekarang